至少有个手套吧 如果我没手套的话我要怎么接 徒手接可以啦痛死了 然后再来的话Intent 比如说丢个一垒一垒要有人嘛 OK那就丢过去了 那再来我要怎么去接呢 其实就是底下我是在SetContainView下面 SetContainView是把它载进来之后 再来呢 接的方法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的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 我们宣告一个Intent 然后呢这个Intent不是New一个Intent 而是什么呢 而是去 把人家丢过来的那个Intent 怎么样把它Get掉 一般在那个Java的逻辑很多是Set 跟Get 所以刚刚有一个Set的动作 等于是SetClass 的动作 那在这里的话我要去取得这个Intent的话 各位记得就是说 用This 就ThisClass 里面有个方法叫 GetIntent 然后把 刚刚 上一个 Clars丢过来的Intent 接住了 再来的话呢 Bundle 部分是这个Intent里面也有一个叫 刚刚有一个叫 Puts 有没有 Puts 那这边的话呢 就Get 把它Get回来 放在Bundle里面 所以这两个物件 就是要去接 所以上面宣告两个 再来去接它 接下来要接什么呢 接三个嘛 我们刚刚不是有三个key 分别是那个Sex 跟H 跟W 这个名称你要对应到 前面叫H 你就叫H 后面叫H 不要 之前还有同学是前面叫H 后面就改成Hight 因为他看错了 前面 跟后面名称 颠倒 前面一定是key 后面是value key key 是他的id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就放的值 他的身高多少 那我要取得的话 分别刚刚是put putString 对不对 那你要get 要getString 你不要put get的时候给他get什么 getDouble 那就挂了 因为get回来了 不是 我们要的 这个 那一定是getString 两个getDouble 这个地方不要写错 那并且宣告 三个东西去接他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接到了 身高 性别 身高 体重 对不对 那接到之后要做什么 要去计算 那计算的方法的话 你可以直接写 直接写在下面 不过我这里是把它 写成一个什么 写成一个方选 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 我传了两个东西 过去 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写在下面 这个叫getBMI 在下面 这个getBMI 那我传递两个东西 一个是 身高 一个是体重 传下来之后的话 这边也是 double double 去接 那怎么去计算 BMI的value 一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个是体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不过呢 身高必须要是 以公尺为单位 好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公式的 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太多 各位可以自己再去 好 去找相关的说明 那return 回去是什么呢 return 回去就是说 呃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 bmi 前面这个字串 我想它是去什么呢 去resource里面 String里面有个 report reout 那 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 其实 这一串 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bmi结果 这一串实际上 在那个字串字面档里面呢 就是 bmi结果 后面的话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 我们的bmi的 值 那因为这边要formate 题目里面是要 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 小数点的 第1位 小数点第1位的话呢 我们这边又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值 也许小数点可能到很后面的位数 那我要格式化成 到小数点第1位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话我可以用什么 我这边用dicimal format的这个类别 那dicimal format的这个类别 它隶属于在 这个test java里面的 这是java的 的test 就是一般是文字格式 里面的dicimal format 不过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一个new 特别要跟你讲说new 结果因为new的关系 完蛋了 之前写的要重写 本来是 好像加个0.00就好了 结果后来不一样 后来要 变成小数点第2位 必须要改成 at 然后 两个井 那这里的话 为什么我知道 一个小老鼠加两个井 其实就是k这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 这个是lumber 对不对 小老鼠 井井的话 yes有没有 是digital 等等的 0 not not show 那这边有一个参考的资料 各位可以k这里 因为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请自行再去try一下 我